这个是我续筋为止吃过最硬的面条子 没有质疑 大家好 这主要了 今儿我们来到了安徽复养 闹一口当地特产 格拉条 Let's go 你好 还有吗 我要一碗格拉条 然后一个鸡蛋汤 然后你给我加个那个肠 然后再加一个豆干 这是啥 铁粉 加个铁粉 差不多了吧 这个格拉条是压出来 从这个外形酷似其中鸡的东西里 这样压下来 里面就是面 特别的棒 这种做法其实有点像活了 这地儿应该是一个五斤水暖配件 卖天花版的地方 来对了 辣椒 辣椒是门面 必须要 哇 谢谢 我跟你们讲 这个看上去视觉冲击力特别的强 Hello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格拉条必吃的鸡蛋汤 然后这个是家的菜 但是它这菜也没有味吗 有味 已经卤过了是吧 然后这是格拉条 老板为什么要叫格拉条 吃一口调一口 吃一口调一口 格拉是一个动作是吧 对 这上面是麻酱 然后下面是豆芽 看着特别的棒 然后这个面条子应该就是刚才那个机器压出来 特别的粗 对 还特别像武汉热干面 拌开之后 这一碗 先吃一根 这么硬 坦白讲啊 这个是我细今为止吃过最硬的面条子 没有质疑 好不辣 本来我还说一口 结果 这一口绝对来不了 这要是一口吃完 绝对断更了 试一下 这个打口来不了 就这么说 一般的面条子不嚼或者嚼一两下 这个放进嘴巴里至少嚼五十下 少一下都不行 硬出天际 老板 这个面都这么硬吗 哦 想吃软的就多煮一会是吧 但是这个硬度就是默认的硬度 看来浪漫的腐羊肉味都特别 这个默认的硬度对我来讲非常的厉害 嗯 这是刚才能要送的蒜 感谢送蔬菜的这位网友 谢谢 嗯 好吃 吃酥看不见辣椒 但还挺辣的 下面全是豆芽 特别棒 黄豆芽拌芝麻酱 偷一次吃 好吃 这是配菜啊 香肠 嗯 这个肠有点像那个广味肠 我帮你付了 请你吃 别急 用点后 已经付了 谢谢 好像我的朋友太热情了 又送蔬菜又帮结账 太关键了 就没想到现在人生已经混淌了 靠个人合影分饭吃 人生真奇妙 话又说回来啊 肠是好吃的 甜甜的 但没有广味肠那么甜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豆干 这豆干绝对是在肉汤里卤过的 特别的有味 这好像是猪蹄吧 我不忘记它了 好吃 鸡蛋汤也特别的棒 OK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 小店的特别的棒 开在一个卖天花板的地方 所以就自带天花板属性 现在其实已经快两点 还是有很多人在吃 格拉糖第一次吃 我觉得OK的 除了特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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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硬之外 味道没有问题 它跟热干面的 不能说毫无关系 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最后这个卤菜OK的 淡花汤好喝的 好的 我们今天是消费 35元 是姑娘请的 蔬菜是姑娘送 特别的饱 再次感谢浪漫的富洋人 好的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